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轮回相续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看总结。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整个轮回会相续呢? 辱妇我命,我还辱债,已是因缘,经百千节,常在生死。 辱爱我心,我怜辱色,已是因缘,经百千节,常在缠妇。 为沙道银三为根本,已是因缘业果相续。 其实这个沙道银,佛陀在总结的时候,他偏重在沙生跟淫欲这两个。 先看沙生,辱妇我命,我还辱债。 其实这个地方是有四句。 四句有两种因素,第一个是命债,第二个是肉债。 比方说,我们讲命债有两种。 富者,欠也。 你今生欠我的命,辱妇我命,你来生就辱还我命。 如果是我父辱命,那么来生就是我还辱命。 这个就是命债。 第二个就是肉债,也是一样。 你欠我的肉债,来生你就还我肉债,我欠你肉债,来生我就还你的肉债。 总而言之,欠命债就还命债,欠肉债就还肉债。 因为这两种的命债,肉债的因缘,经百千节,常在生死。 这个跟沙生有关系。 第二个跟淫欲有关系。 淫欲的生起有两种。 一种是爱,爱她的心,第二个爱她的色。 说辱爱我心,我爱辱心,这是一种情感的作用。 我连辱色,辱连我色,这是一种欲望。 我们讲日久生情,情久生欲。 在整个男女结合当中,就是一种情感跟欲望的结合。 因为这样的缘故,也经百千节常在三界的轮回当中。 总结,整个生死的业力,就是杀,盗,银三种业力为根本。 因为这样的因素,使令整个业果相续。 也就是说,因为有杀,盗,银三种业力,就是令前面的众生,世界两种果报不断地一次一次地出现。 众生跟世界是靠业力来支持的。